各位歡迎收看TVL新闻專題,我是CF Pro 有網民在YouWants討論區發現了一個主題 題為,愛一個人是無罪的,即使我是個肥佬 內容講述一個35歲的大叔 暗暖16歲少女,足足16年的老土但是感人的故事 今天帶大家一起看看 在香港人常用的社交網站Facebook裡面出現了一個 名為無事年齡距離衝擊道德加鎖暗暖16年情癡達人肥哥哥 我撐你的群組,講述了這名35歲肥哥哥的故事 裡面也附有不同討論區的連結工人參考 這篇文章在YouWants討論區有一名存名為 只被男人發表的,以下就是文章的內容 或者你覺得上片中的女生很普通 但是在我心目中她永遠是十分的 她是我的鄰居,我們相見了15年 從她出生到現在停停獄了 但是我現在已經35歲了,我只是一個肥大叔 只是她心目中由小到大半隨著她成長的肥哥哥 還記得你小時候很喜歡去到我家玩 因為你父母忙著打理生意,不空照顧你 那時候你還說長大之後要嫁給哥哥 肥哥哥很開心 當你升上中學之後就很少來我家玩 我一種寂寞的感覺,總是覺得差一點 當我們在同一架升降機,當你在我身邊擦過 我的心跳竟然加速了,為甚麼呢?為甚麼呢? 我一直逃避著喜歡你的事實 不會的,不可能的 畢竟我們相差了20年,畢竟你還未成年 我的桌面早換成你的一堆堆照片 我的房間也貼滿了你的照片 我靜悄悄的,將你的照片藏在我的錢包 當朋友見到問我是不是你的女兒 我的心有一種複雜的心情 我很怕被人說甚麼是戀童 歲十一,正常男人都會對女人有性幻想 但是我從來不敢對你有不好的幻想 因為在我心目中你是純潔的 很多時見到你照顧女人家,做義工 即使是我這個醜漢,你都沒有介意跟我做朋友 還會間中煮東西給我吃 當我第一次吃你煮的東西的時候是很感動的 你終於長大了 我真的希望以後都可以吃到你煮的東西 最近你開始上雜誌,做model 我和你的距離更遠了 我沒有辦法對著你講出我的心聲 只好將心聲貼上網,去向你知道 為了你,我不再介意世俗人的眼光 忠遠兒,我愛你,我很愛你 肥哥哥願意為你付出一切 之後呢,下面就寫著說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他Facebook成為Fans 肥哥哥又說,如果有2000人加入Facebook支持他 他會自貼照片10張,加一張和他的合照 答謝大家 夠5000人就會買花向他示愛 成功當日就會感謝每一位支持和鼓勵他的人 還有呢,就說 會好好照顧他,不讓任何人傷害他 不會令大家失望 不同的網民對這件事都有不同的解說 有人就支持肥哥哥,並叫他向女事主示愛 另外有人就說是女事主的陰謀 根本沒有肥哥哥這個人 有人從網上下載了一些這名男士的相片 然後就列造了這個故事出來 借以提升女事主model的人氣 也有人就說 大哥,怎樣啊?35歲雙差20年 你說你的樣子像馬德忠 就說,整個劉實言還想同樣發指 你的分數不是零,是負數啊 除非真是有叮噹幫你才行 另外有一名叫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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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會員就說 好變態,不要以為這樣說就好醒 只會被人覺得你更變態 另外有YOUONS的會員就說 他25歲就已經計量金融畢業 現在在摩根士丹里做著 就說35歲的肥哥哥就有點不思進取 這樣 那女事主又怎樣回應呢? 我是那人玩的 你們可不可以尊重我嗎? 我沒有想像是肥哥哥 但我多謝你們支持 和真實或者被人推扣出來的肥哥哥支持我 如果真的有肥哥哥的存在 我可以告訴你,多謝支持我 但我不會喜歡你 肥哥哥就這樣回應 這日我的心痛到快死了 你竟然說不認識我 肥哥哥傷心到在地上打滾起來 我心愛的人最近做了年毛 和他的距離越來越遠了 我是不想麻煩你的,對不起 希望所有網民可以加入他Facebook的Fans Page 最後我送上一首自己唱的歌給Veronique 是周杰倫的說好的幸福呢? Veronique隨後又回應說 你們真心是想做Fans才好加入 不要因為八卦而做Fans 肥哥哥麻煩你找其他人玩 不要找我來玩 事情的發展就好像連章小說一樣 新奇有趣 一浪接一浪 事情的發展,最新的發展 請大家儀私去到Facebook的頁面看看 至於這件事是真是假的 有沒有肥哥哥這個人存在呢? 我相信各位在看的觀眾 眼睛就是雪亮的 相信你們智能判斷 屬非屬事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有任何意見 歡迎在下方的影片 多謝你的收看,再會!